在1980年代发生大饥荒 两百万人饿死 然后Michael Jackson就唱We are the world 好多钱或者全世界爱心涌入 有上千万顿的物资卡在机场送不出去 所以其实此战实际上非常有智慧 非常规划很整理 我们先有第一线的志工去了解灾情 透过各种轮廓的管道了解说 什么灾哪里什么灾 哪里怎么样 多少人 因为记得灾难一发生政府会瘫痪 所有的人都会瘫痪 所以你要进去很不容易 你要先有管道进去了解现场 评估需要什么 第一步先给什么 第二步先给什么 再来给什么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紧急 然后中期长期 才会有安生 安心 安生活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 那第一线到达现场的了解 是非常重要的那样report report回来我们大家来研究 不过在长几经验之后我们就发觉的 食物是最重要的 毛毯 为什么是毛毯不是棉被 棉被只能盖 不能带得走 白天冷怎么办 所以毛毯可盖可批 很方便 折叠很方便 所以我们就是从经验中发展出来 那我一摇包 就很容易 就是我们有一些standard的物品 所以我们才发展这个香鸡饭 instant rice 因为灾区不可能煮热 很难 因为瓦斯水电根本都瘫痪了 但矿泉水有 水一放 这就会有有马上有这个炒饭一样可以吃 所以我们就发展出来 所以此际有人说我捐物资给你 但是你给我 我们送到那里 其实这次以为也会发生很多的物资 某些包括整个政府的单位 物资后来不知道怎么送 此际你可以送吗 就是我们已经本身的物资到达 都已经要很准确了 我们不可能南跨无限的沃滋 所以其实第一线的information collection很重要 information gathering第一个 第二个build connection 你要有local政府协助你 或local的这个有利人士协助你 像海地 我们发觉海地政府瘫痪 你物资根本受不到 后来靠联合国维和部队 来帮我们 要去那里为我抢劫 之后的安全会出问题 所以information gathering 第二个是build connection 第三个才叫做dispension 或delivery 第三个才是物资的发放 像日本我们也是 我们后来因为跟 我们有时候靠 靠什么台湾中日关系 这个有时候是好 但是有时候其实很远 所以我们是靠当地职工人在当地跟政府谈 然后给我们通行证 我们就进到宅去煮热食发放茅谈 那日本是很难的 因为那个看守所都有隐私权了 你进去他都会开始拒绝了 我们通过当地的一个议员 三浦洋子议员 然后来协助我们 一去 第一个收留所是 只能东西给他 不能交给他们 后来沟通人就说 我们希望亲自给 给予关怀 报局很好 直接不会侵犯人家 反正大家得到很多的爱 所以一个一个给 其实当时我们进去发觉 老人家只吃两餐 留一餐给孩子 所以物质其实相对是匮乏的 可是日本人很安忍 很安静 不会抗议 你看三餐 老人家只吃两餐 那其实毛毯给他们很需要 因为他们很冷 又没有暖气 又下雪 所以资讯的获得 要靠第一线的资深志工去了解 然后你要突破 像我们在大陆 四川要煮热食 当地的干部说不可以 我煮大锅饭 那过去形象不好 村民会养懒 养懒就养成懒斗的习惯 叫养懒 我们后来跟他讲不会 我们让乡亲一起来煮热食 后来结果非常好 一煮热食 很多乡亲本来很悲伤 投入以后马上恢复 所以你跟政府的 local connection要build 第三个才是要用什么方式 把物质传出去 这三个步骤是不可过去 才能够准确的 把东西交到在你手上 那捐款说我就捐给你 那当然你要去减合 你把他用得上 那实际通常不这样做 要自己做 直接 重点 尊重 这是三个重要的原则 感谢 好 我会讲